如果你没有申请过开发者账号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去到我懒人包里 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或者Google一下 怎么样去申请开发者账号 然后点进去的话 基本上 我也有点忘记我大概讲什么了 反正这边你们各位看一下 里面有一个开发账号 那时候录下来的那个影片 基本上比较重要就是说 注册的时候要说25块美金的费用 可能你要准备一张信用卡 25块相当于台币 大概差不多是 大概32吧 所以大概七八百块 不到800块吧 那我觉得这个费用 应该是还蛮值得的 因为它是永久性的 不像说那个Apple账号 它是每年都要再给一次 这个是给一次就好了 永久有效 而且你当然可以不断的传App 你要传几个就传几个 反正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发布 那我是已经给了这个钱了 所以我觉得好像不使用它有点浪费 所以就干脆呢 趁这个机会 就把它登录进去 那登录进去之后的话 它会有给你如何上传那个 就是 就是APK的那个选项 那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 那个APK要怎么样去发布 发布之后呢 你还需要建一个keystone 就是你要建一个那个 有签署过的一个App APK 传上去它才接受 也就是如果你没有签署过 它不接受 那要怎么样签署 这个后面会再讲好了 也许你们可以想想看 你们做了一个 然后呢 也想要把它发布出去 在Google Play上面 可以被看到的话 那这个时候 就可以把那个步骤后面做 然后还要需要准备一些图档 做一些设定 放上去 你的APP就可以被看到了 OK 因为我们在座同学 大部分都没有啦 不过好像我们那个有同学是 有传上去过的 那个好像季祥是有 有 是 今天吃什么 对 他只有后来一个嘛 后面还没有再接再厉 目前没有 他有传了一个啦 就是说那个 等于是今天吃什么的那个饭 一个一个一个练习的 那当然 整个流程会不会很复杂呢 你传上去的过程 传上去的过程 了解的话是太好 你刚才不会花太多时间吧 你还是花太多时间 第一次的时候 第一次 摸索啦 不过我可能因为 你可能就是自己慢慢摸索 但是我之后会跟大家讲说 你大概准备哪些东西 然后把它先准备好 然后再一个萝卜一个坑丢上去 其实大概两三分钟应该就可以做完了 可是也许你刚开始摸索是 因为你不知道说 你要准备什么东西 等到你需要 你再去做 又回来 你可能又需要下面东西 又回来再找 这样会不要花时间 那我后面的话会帮各位整理好 反正你就是把那些东西准备好 然后改一改 放上去 Ending 就结束了 就比较简单 有哪些需要改动的 我想也不算太多 不过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标准化流程 大量生产 对不对 因为你传一个也是传 你传十个也是传 你传一百个 对不对 一量 对就可以攻占的 反正到处一搜寻 奇怪关键字里面 怎么都是有你的APP 目前是没看到 没有没有 因为我还没传到一百个 那像Fongab那另外 另外的话要加 那是不一样的 Fongab是Adobe的 Fongab本来就要 它只有一个免费 它其他都要钱 这个跟Adobe那个没关系 即便是Fongab那东西 我也是把它包在 我们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SDK里面 所以基本上 我是已经跳过了 那个Fongab那个部分 所以我也不用注册 我不用管它 我只是利用它的架构 去做事情而已 OK 好那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如果你没有 开发者账号的同学 建议各位 先稍微有机会去注册一下 至于怎么注册 这边下面应该有讲 怎么去做 到那个 那个网站里面去注册一下 第二个的话 我们后面会再教各位 怎么样去 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再来的话 等一下 我们要设计的部分 请各位一样 开一个新的专案 这个专案名称的话 也许叫做 CH这个是 应该是06了 里面的那个Photop 我这个名称是 取叫做 Photoplayer 那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几个架构 不外乎就是说 这个上面是放个Button 然后这边 跟第二个Button 名称就是上一页下一页 B01 B02 底下的话会放一个 Image View 所以各位找一下 在你工具列里面 应该会有个Image View 然后名称也许叫做一个 IMG Photo OK 再来呢 请注意一下 请各位自行在 RES里面 新增一个资料夹 因为其他的资料夹 叫做Drobo 后面有个 High Low Middle 等等的 我们不属于这边 我们干脆另外开一个 资料夹 叫Drobo 这个Drobo里面呢 会需要有六张图档 那请各位把这六张图档 放进来 或者你可以放自己的图 都可以 那这六张图档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我们的 这个外面 有一个资料 有一个压缩档 就是CH06的那个Drobo 这里面的话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里面的话呢 就有六张图 你就把这六张图呢 把它放到 刚刚那个目录里面 然后分别的话 再把那个 后面的动作完成 里面的话大概就是 我们前面都做过 不外乎就是说呢 我要宣告物件 那宣告哪一些物件呢 包含就是说 我有两个按钮 B01 B02 还有Image View 另外的话呢 因为我放了 有六张图 所以六张图 特别注意哦 我将来要引用这六张图 这一题最重要就在这里 我要怎么去引用到它 这边我可以建一个什么 这个阵列 这个阵列的话 是一个 INT 整数的阵列 那特别注意哦 你想说老师 它明明是一个图啊 那你为什么用那个 这个用整数的方式 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呢 把这六张图放在 Drobo里面的话 本来是RES 对不对 那你会想说 这个怎么是一个R 同学最不能理解 就是R 实际上这个大R 就是一个登录档 这个登录 它是算类别了 登录类别里面的话 里面呢就是帮你把你放进去的这个图哦 做一个产生一个它的身份证字号 这个身份证字号呢 是唯一的 而且呢 是整数 另外是16进位置的 也就是你将来 你在R那个类别里面看到的 都会是一个数字 就是编号 那以后我们怎么去存取它 很简单嘛 我们如果说呢 有知道它的这个 它的编号之后 我再去把那个图实际上的图 再把它抓出来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将来就是存取那个登录档 总共有6张 所以01到06 OK 再来的话呢 我宣告两个变数 一个就是P 这个P的话是第几张图 预设值为0 另外的话呢 总共有几张图 就是在这个 这个阵列所影里面 总共有几张图 OK 大概第一个 就是我们宣告的这些东西 这个前面 都做过这个物件的那个 还有阵列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连结 原件 画面上面会用到 大概就三个 两个按钮加一个 ImageView 所以这个前面应该有做过 用FindView把ID 刮虎R.R 实际上这个R 也是去抓到 那个原件的编号 它是它的身份字号 所以每一个 进去的东西 都有一个身份字号 那如果说 像之前同学 R这个东西 没有产生 那大部分就是这个专案 可能有问题了 其实我也试过 有的时候 可能你不小心 跟动到什么东西 就会产生错误 这个大部分 好像没救的机会比较多了 可能大部分 如果R已经坏掉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在怎么修正 恐怕会有问题 另外还有同学 有问到就是那个 FindView把ID 有些地方的程式 我会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List List点 FindView把ID 有一些没有 差异在哪里 其实大部分 我都会打一个List点 为什么呢 因为好处就是List点之后 它那个FindView把ID 就自动跳出来 你就会不用 不需要全部打正确 这个List指的就是 这个Attility 它会自动去抓到 这个FindView把ID的方法 去帮你把这个元件 给抓出来 转换到前面物件 连接 再来就是事件 当它点了哪一个呢 点了下一页的时候 大概跟正一样 应该是上一页 减减 也就是说呢 P等于P减一 如果说呢 P如果小于0的话 就怎么样呢 就回到最后一张 这边比较重要是 怎么样把那张图载进来 一样是SetImageResource 把那个特别之后 有没有发现 ImageID 你就Resource 特别之后 如果是Resource的话呢 它需要的是一个整数 你就把那个整数的名称放进来 它就会帮你载进来 OK 那实际上Resource它自动会去 根据这个编号 去找到那个图的实体的位置 不是不是什么 把那个档案抓进来 而是它这个连结比较特殊 所以很多同学会在这个地方 比较看不懂 其实它是根据那个编号 把实体的档案抓过来 跟以前我们是 把那个档案的位置 抓过来不太一样 OK 然后呢 SetTitle 上面的那个Title 我来变更一下 第几张 总共几张 OK 然后上一张跟下一张的程式 其实差异不大 一个是加加一个减减 OK 大概是这样 那请各位 先建立一个 这个专案 CH 这个是程式部分 建一个那个CH06的 一个Fotoplayer的专案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细节 哦